第十项任务,夺取格律翁的牛群。这是欧绿斯托斯交给赫拉克勒斯的一条真正的借刀杀人之计,因为他想让英勇的赫拉克勒斯在这一次必定要葬身于巨人之手。在格律翁栖息之地,还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妖怪安泰厄斯。 前八个任务几乎让赫拉克勒斯遍布天下,国王猜想这已彻底消耗了他的体力。更何况他刚从亚马逊岛凯旋而归,经历了一场恶战,连片刻喘息都无。 但是,英勇无畏的赫拉克勒斯丝毫没有犹豫,他招兵买马,组建了一支威武的军队,驰骋重阳,直扑伊比利亚半岛。 初靠岸时,他便统帅大军,昂首阔步,奔赴半岛深处。 不料,沿路的百姓告诉他们,前面有一个嗜血成性的怪物,安泰厄斯。 传说这是波赛东与盖亚所生的儿子,好战贪杀,路过他的人无疑幸免。 他自负有着永不衰竭的力量,每一位英雄最初虽能与之一争高下,但随着时间流逝,精力见解,安泰厄斯却依旧精神抖擞,一往无前。 赫拉克勒斯想起喀容的告诫,他非凡人,乃大帝之子,因此才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。 只要他双脚踏地,大帝便会源源不断地为他补给能量。 安泰厄斯见有人前来挑战,大笑出声,竟有此等无知之辈,还不知我的威名,受死吧,无知小子。 二人虽扭打在一起,赫拉克勒斯丝毫不觉对手棘手,反而小看了他的力量。 但每当把安泰厄斯击倒在地,后者总能很快爬起,毫发无伤。 逐渐地,赫拉克勒斯感到自己的体力在流失。 他目光如巨地盯着安泰厄斯,迅速找到了对方的弱点。 一剑步冲上前去,以双臂将巨人高高举起,切断了他与大帝的联系。 得不到盖亚能量的滋养,安泰厄斯很快便被赫拉克勒斯重重地拳击致负。 几天后,军队抵达格律翁王国,格律翁的三个儿子各自率领部队严阵一带。 但赫拉克勒斯没有理会,直接将三个王子杀死,冲进他们的王国。 士兵们在得知统帅死讯后,无意反抗,缴邪投降。 赫拉克勒斯连夜赶到牛圈,打死了恶犬和卫兵,牵走了格律翁引以为豪的牛群。 不过,很快格律翁亲率大军追了上来,二人决意死战。 途中,赫拉前来相助,遭到赫拉克勒斯的箭矢射中胸膛,惊慌失措逃去。 此后,三头六臂的巨人格律翁命运只剩被赫拉克勒斯屠戮的份了,英雄终将其诛杀。 赫拉克勒斯沿路还消灭了其他妖孽,带着庞大的牛群回到军林城。 欧绿斯托斯见他毫发无伤,惊掉了下巴,但以为他必死无疑,没想到竟能生还。